相信就是力量 郑庆文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北京时间8月3日晚 郑庆文远在湖北相应的奶奶陈泰英 手在电视机前为孙女加油鼓劲 称永远相信她 在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决赛中 郑庆文以6比2、6比3战胜克罗地亚选手维基奇 夺得冠军 实现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 郑庆文2002年出生于湖北实验 据陈泰英回忆 郑庆文几岁时便对网球感兴趣 为配合训练也多次搬家 比赛训练繁忙 还乃长时间难以见到郑庆文 除电话联络 只能隔着电视屏幕加油鼓劲 比赛时陈泰英拳头钻紧 生怕郑庆文受伤 比分胶着实 每当搬回比分 陈泰英都轻轻点头 每当有重要比赛 儿子都会打电话告诉陈泰英 他便守在电视机前 尽管看过数不清的比赛 但决赛时刻他仍感到些许紧张 当晚 在郑庆文的家乡实验 奥体中心综合体育馆内人潮涌动 市民观看直播为郑庆文助威 大家共同期待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 而今首次征战奥运便登上冠军领奖台的郑庆文圆梦巴黎 为我们家的人骄傲 为全国心的骄傲 希望他以后越走越远 越走越好